感谢 请打开圣经 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 今天我要给你们探讨 会改的真正的意义 Purpose of repentance 会改的真正的意义 对不起没 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要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会改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 什么是会改 我看神经 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31到32节 这里圣经记得说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果然本不是遭义人会改 乃是遭罪人会改 这个祷告 写出 学书就尊临一世教会当中 感动我们的心 让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 苏醒起来 让每一个人的关系更加清静 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 谢谢群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 祝福德说 阿们 在这里耶稣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 他来是要找病人的 不是找健康的人 他来一个病人先往上 有病啊 有哪里玩 大家有哪里有病可以来这里 就是病 病啊 心病人病 这里都是病 那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医治病人的 然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是招好人的 因为好人不觉得需要耶稣的 他来是招罪人的 那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招罪人做一件事情 会改 那是会改 今天我们讲说耶稣救我们 但是耶稣怎么救我们呢 除非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才能领受他的救恩 领受他的能力 领受他的平安 就是会改 会改 对吗 姐妹 什么是会改 看圣经啊 原文的意思啊 会改的意思就是 me'en o'ai 那叫做me'en o'a me'en o'a me'en o'a的意思呢 就是看着会改 那华语的解释呢 是这样子的 改变心意 如人对其先前的企图 或曾做过的事 感到奥悔 英文啊 a change of mind as it appears to one who repents and a purpose he has born or of some thing he has done 那这句话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你说你会改呢 你的心和你的行为要改变 今天我就想要告诉你 你共姐妹 如果你说你信耶稣 耶稣说 你信我吗 你必须用会改的信 才能够接受得到我的救恩 然后这个会改 在你生命发生呢 你就得救 那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 必须有三件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真的说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第一件我们来看 就是会改的心字 大家说会改的心字 摸摸你的心 有没有会改 看圣经啊 那圣经马赛福音第三章第七件 马赛福音第三章七之八件 这里记载一件事情 圣经说 越汉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盖人 也来了受刑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所以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接触国子来 以未改的心相称 大家说以未改的心相称 以未改的心相称 因为他们说句话的时候 有他的背景了 这些法利赛人和撒盖人呢 都是宗教师 他们的穿着不一样的 就好像慢着微笑这样子 就穿着有他们一定的服装 他们手带经文 头带经文 他们坐上司的时候要吹喇叭 他说三次了 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 就在人没有人的地方祷告 他们在十字路口 人家走来走去的地方 巴上的地方 他们说阿里路雅 祷告这样子 让人家看到 他做的东西要人家看到 要人家尊敬他 觉得他很圣洁属灵 然后这一次的遗憾施洗 很多人都被他施洗 然后这些人都觉得说 如果我不给遗憾施洗的话 人家怎么看我 会不会觉得我不属灵 所以他们去施洗 约然知道我们的心 所以约然骂他们说 你这些独死的种人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审判 如果你要洗你的话 你应该拿出会改的心出来 以会改的心相称 才叫真的是属灵圣洁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说一个信耶稣的人 你必须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会改的心 刚才我们说 是你的里面的企图要改变 什么是会改 什么是会改 会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 以前你走的路 现在你遇见耶稣以后 你不再走以前的路 你倒反来走上帝的道路 意思说以前做的 以前有的不可以再有了 以前想的不可以再想 你必须改变 这就叫未改 那弟兄姐妹 一个未改的人 信耶的书的人 他的心必须改变了 以前臭性肝的 现在不可以有了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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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这样 以前臭的现在香 以前里面的苦语 自私 怀恨 骄傲 我肮脏的 脑怒的 所有的妒忌的 都不可以再有了 这个叫悔改 那又是妹 今天你说你信耶稣 你一定有所改变的 第一个改变就是你的心改变的 有一个做阿龙的弟兄 他信耶稣 几个月过后 他跑来跟我说 不是你有什么可以做 我说什么事呢 他说我不想做阿龙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收不当账 我说为什么我收不当账 我说以前啊 我的心啊 很狠啊 现在人家跟我 跟我跟我跟我 跟我求可怜两句 我就心软了 放他走了 但人家收得到账 我就偏偏收不到账 然后以前我心能手拉 扑去啊 做一大堆东西 给他完账 现在我到处做么 我做不休守啊 我做不下去啊 我的心软啊 我已经三四个月 做不到账了 我再不改行啊 我吃过种啊 说 我说凯杰这个人 真的改变 后来没有收账了 叫他跑这么 卖水果 信耶稣可以改变的吗 真的他心能够改变 这个是真的信耶稣 如果信耶稣不改变 我告诉你 这个信有问题啊 阿们 所以你说你信耶稣啊 你要改变 以前你走的路 不可以再走的吗 以前你心里面 里面所有的 不可以再有了的吗 那对不起吗 我们必须承担 我们的心是不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里信好的请记住 你说你信好吗 有没有讲电话 有没有想脏脏的东西 有没有自私 有没有生气呢 有没有妒忌呢 有没有怀恨呢 有没有怀恨呢 有怀恨呢 台语请你 脏了你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我们的心是不好的 没错 我们真的是很难做 不过 我们有圣灵 他们说有圣灵 有圣灵 信耶稣 不够 圣灵就住在里面 你做不好的事情 想不好的事情 你的心灵都会不舒服的 你以后能够 你的心里没妒忌 你的心里没妒忌 你开始改变 这个叫危害 如果一个信主的人 他的心还是像以前那么臭 我告诉你跟姐妹 我在 我在 我在想啊 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不敢判断 但是我在想 你到底有没有信耶稣 你看你的心有改变 你怎么知道 你是灰灰灰的人 你看你自己的心 以前做得了手的 以前可以想到 今天你改变了 不再想 而且你想了你会担心 想了你会怕 想了你会忧虑 想了你会紧张 想了你会内疚 你就是一个悔改的心 阿们 我可以说你得救了 以前有一个 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叫墓地 他讲那天悔改的道 有一个人走到他前面 他说牧师 我听得很感动 我要悔改 我要做什么 然后这个牧师就告诉他 他说 你有说变话吗 有 跟很多人说变话 他说有 然后他就告诉他 让你回去 跟你说过骗话的人 向他讲真话 他说这样子不是有没面子 然后墓地 牧师就这样讲 就是那个没面子的感觉 才能够致死你的老我 才能够致死你坏的个性 才能够致死你念罪 你以后不再讲骗话 而且你把 变了 变成真的 你得胜了 这个叫悔改 原来一样子的 当你说你悔改的时候 你的心要改变 你的心要不再一样 你的心要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圣经所记载的 心 那么样的改变 这叫悔改 各位姐妹 他把你比较忙 告诉他 你信耶稣心要好 感谢主 对啊 信耶稣心不好 信耶稣来做什么呢 对不对 感谢主 来第二 你说你信耶稣 第二件事情 一定要发生在你身外 大家跟我说 悔改的行为 感谢主 来 书律经传第26章第20节 书律经传第26章第20节 这里圣经记得说 先在大马车 退后在耶路撒尔和犹大前帝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 归上升 大家跟中文一起 研究一起既然 行事以悔改的行相乘 原来你说你悔改 你的行为举止 都要改变了 那我们的宗教不是学教 我们的宗教跟外面的宗教也不一样 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很在意我们的生活 信耶稣的人不可以讲这一套 做这一套 他跟你说你信耶稣了 你的生活要改变了 你的行为举止要改变了 今天很多宗教不是这样子的 神可以照拜 行为可以照有 我跟很多人传福 很多人问我这句话 不是啊 信耶稣可以 但是我还可以在信耶稣吗 信耶稣可以 我可以你满足哦 信耶稣可以 我可以还留在现在的生活吗 不能的哦 当你说你信耶稣 耶稣就会改变你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神 都别的所谓市场的神不一样 你看你去跳同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烟造性 独造性 实惠感照有 出话照讲 不过还可以一起投诺 对不对 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的信仰 跟他们的生活可以分开来讲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一样 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他说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要圣洁 才可以见我 对我姐妹 你看到啊 我们的神 帮我们接受他以后 必须改变在生活行为上 这才叫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对我姐妹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的行为没有改变 对我姐妹 我还在管理你到底有没有在信耶稣 虽然你叫基督徒 我去SD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这样子跟我辩论 我跟他说 信耶稣得救 他就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牧师 你很不公道 你说信耶稣得救 那么样 信耶稣的人 如果杀人 放我也得救吗 哇 你怎么样回答 兄姐妹 我回答他 这样子 我说弟兄 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的问题已经有问题了 你等于再讲一个有问题的问题 问一个有问题的问题 我说 一个信耶稣的人 他不可能再杀人放火了的 如果你说一个信耶稣的人 继续放火的话 他就不是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一定改变 他不可能再杀人放火 而且 如果他以前杀人放火的 今天的信了耶稣 他肯定 不要再杀人放火 也 不可能再杀人放火 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人 所以你说 一个信耶稣的人 杀人放火 我告诉你 他不是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告诉你的问题 已经有问题了 就等于我问 我们的这个 Andy Andy是男人 大家都知道吗 知道吗 我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Andy不是男人 怎么办 你结婚到这么久了 是男人吗 应该是了 大家问了全世界都知道 Andy是男人吗 我问了一个问题 Andy你如果不是男人 怎么办 如果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 Fanny不是女人怎么办 这个是黄疼的问题 Deliculous 这个问题里面已经存在问题 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 明白吗 所以基督徒如果继续 杀人放火 还能够得救 哇这个问题已经出问题了 这个基督徒不可能杀人放火 而且他必定不能杀人放火 如果他会杀人放火的 他不可能是基督徒 所以你看 用这边 如果你说你信耶稣 你的行为要改变 你不能说里面改变 好了 外面没有改变 不对的 你里面改变 外面也改变了 从里面开始 直到外面 你里面都充满了 你外面就做出来 当你说里面改变了 就外面也有改变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的行为举止 非常重要 这是鉴定我们 是基督徒的一个途径 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的行为举止 你的言行有没有改变 非常重要 当你说你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以前所做的 今天你要走回头路 不可以再做了 这个叫基督徒 现在你做的 你要拼命去改变它 我以后一定不再做 这个叫基督徒 阿们 圣经姐妹你看 当你的生命 你说你基督徒的时候 它有一个标准呢 这个标准呢 就是看你的内 外来鉴定 你是基督徒 第三 大家说第三 第三 当你说你是个基督徒的时候 你必须有第三件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大家就会一直说 慧改的国子 慧改的国子 马来福音第三章七十八戒 我们只看八戒 第八戒 这一说你们要接触国子来 接触国子来 以慧改的心相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当你说你慧改嘛 你的生命一定有国子出来的 一定有国子出来的 你一生的生活 所接出来一定有国子出来的 圣经说到国子的时候分成几种 第一种就是圣灵的国子 圣灵的九样国子 人爱和平良善温柔 节制人爱 信实 这一些国子 都是要接出来 在你的一生的生活当中 第二种的国子 就是嘴唇的国子 你开始不一样 你的嘴唇福音讲出来 见证讲出来 造就人的好话 赞美神的话 喜乐的言语 祝福的言语 要从你嘴巴里面出来 这个叫嘴唇的国子 第三种叫灵魂的国子 就是你必须接触 你生命的灵魂 给上帝 带人信耶稣 为主做见证 是许多的生命改变 这就是你的国子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国子的时候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原来的基督徒 就有国子了 马来会第七章 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分辨假先知和真先知 真的先知才有国子 假的先知没有国子 所以耶稣就说 好处皆晚好国子 坏处皆坏国子 好处不能接 坏处者 坏处不能接 好国子 你看他的国子 就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 然后接下来呢 圣经里面耶稣就说什么 耶稣说 不是环顾秋啊 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帝国 有一天 有很多人来到我面前 告诉我说 我不是封你的名赶鬼 行各样的义能吗 那这些人为主行神 之歧视的人 强不强 有能力吗 但是到后来 也就说 哎 我不认识你 原来在那里 他们所做的 都不是真的 所做的是假的 从哪里看见 都是他生命的国子 弟兄姐妹 今天圣经里面 基督告诉我们 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他必须有生命的国子 揭出来 那今天 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每一个人 大家都看外貌 对不对 牧师也看外貌 牧师怎么看到你内心 都没有挖过你的心 有没有跟你睡在一起 怎么知道你的内心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来教会的时候 你好一点 手提高一点 OK 属灵一点 我为主做多一点事情 哇 我就不感觉你属灵了 OK 我就很爱你了 这是我 因为我是看外貌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上帝看内心 圣经里面 撒摩尔基山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那弟兄姐妹 你要清楚一点 我们所做的一件 不要在人的面前而已 我们真的要面对神 才做到 今天你和我 我告诉你 用姐妹 有一天 没有人可以负责你的生命 不论是我的孩子 还是你的孩子 他不能说 耶我爸妈基督徒来的 通通啊 进去啦 没有这么一事的 嘿我是恩典堂会有人的 恩他几复信一下 人几夺一下 我都参他们了 进去啦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每一个人都要单独 面对上帝 接受审判 包括我在内 而且我的审判要比你更大 因为是你们告诉我们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神的家开始 上帝给我多一点 祂给我真理多一点 所以我可以教 祂给我恩赠多一点 给我生命力多一点 给我很多很多的经验 见证 祂向我 给我多也向我多取 所以有一天我站在上帝的面前 我比你送的 送的情况更大 更何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 站在上帝的面前 面对上帝 你准备好了 很多人都在讲 几月 几日 几年 上耶稣基督要再来 其实耶稣基督再来 几时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最重要的 如果你见 今天你见耶稣 你准备好了 见耶稣不来 你可以去的 突然间你去见耶稣 你准备好了 这个比任何一件事情 都重要 对我姐妹 今天 你的生命的果实 就是诸要看见 也鉴定我们一生 是否是基督 对我姐妹 今天我们 我说我们是基督吗 有三件事情 一定会发生 在我们生命里面 就鉴定 我们是否是基督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 成为基督徒的标准 所以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第一 你的心有改变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的行为有改变 你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有借我 你借我指给上帝吗 如果这三件都有 感谢主 或者这三件一直不断地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感谢主 你是一个得救人 如果这三件事情 没有在你生命里面 我劝告你 从今天开始 或者会改的生活 开始在主里面会改 让我们再次在上帝的面前 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可以高高兴兴地来建议 大一板国子建议 荣耀他的生命 听不懂 今天同样的 当你接触这三样的事情 你的生命必定蒙福 罪的宙子不在你生命里面困繁 而且你的生命要得到突破 改变 上帝的赐福 就要好像 活水前沿 拥有住你的生命 毫无阻碍的引领受 主的祝福 让你的生命完全地突破 生命的改变 当你有会改的生命的时候 朋友们 今天怎么认识你是净土 三件事情 大家说 心智 行为 和国子 就知道你生净土 阿们吗 我们一起来努力 得到上帝的赐福 我们一起来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